在视频生成当中 我们经常探索的一个话题是什么 就是如何精准的去控制视频的生成 比方说我们可以通过深度图 通过姿势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方法 然后我们可以控制视频生成的一个质量 当然人们在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 但是不管是现在最新的马鼠也好 或者是Paramid Flow也好 或者是LTX这个也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东西并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在我们的CogValueX里边 其实是有一整套的控制机制的 下边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何去控制视频的生成 我们在之前讲CogValueX 更多的是在讲官方的模型 其实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有一类模型 就是CogValueXFan 这个模型隶属的平台 是阿里巴巴的Pi这个平台 其实我们也用过很多它的技术 它这儿有一个简介 就是说CogValueXFan 是基于官方的结构修改之后的一个工作流 所以说它更多的是对工作流的一个修改 可能模型的主体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所以说它依然沿用了CogValueX这样的一个名字 那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这个普通的文声视频和图声视频之外 它这有一个视频叫做Centro 也就是我们说的控制类的这种视频生成 而且是一个5B版本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怎么使用这个来更好的控制视频的生成 那如果要使用它的话 同样会使用到K神的扩展 这个扩展我们不止一次给大家讲过 大家会发现它除了支持传统的CogValueX之外 也支持CogValueXFan 它在不断的升级的时候 也在提到Fan版本的一个改进的方式 比方去改进它的采样器 加入它的新的功能 所以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扩展比较好的 来使用CogValueXFan 那在我们的examples里边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工作流 叫CogValueXFanPose02.json 这个是一个最新的更新版 它在原版的升级说明里边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述 就是在第8版的升级里边 它把所有之前的版本做了一个清理 所以说在8版之前 可能原来的工作流都不能用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所有它的势力工作流 都是两周之前重构的 大家一定要下载最新的版本 把它升级到最新版 然后再去用 好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怎么去用 把你点开这个工作流之后 我们大概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首先我们看一下最主要的 就是下载模型 这个模型里边有很多的模型 大家看一下 有我们的CogValueX的官方版 有5B的 甚至有1.5的版本的 这个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说过 同时在这个范模型里边 我们有这样一个版本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控制版 同样是一个5B的 所以说大家选的时候 把它选成这个 它默认可能是选择的是Post 那Post只能控制小姿势 所以说我们还是选成这个 DF16 这个地方你可以选成Disable 但是也可以选成Fpbar 这个都没有关系 下面的默认就行了 然后我们的编码器 同样的是用的T5的编码器 别的没有什么特别的 它这儿这个采样器 是一个它融合好的 既支持官方的CogValueX 也支持Fan这个版本的 那我们的控制是怎么来做的呢 你要注意 它这儿有一个叫做 Image Condition Latent 虽然它这儿也有一个 叫ControlNet 但是这个ControlNet 只在2B版本里面有 所以说我们这个控制 其实是靠一种浅空间的条件 来控制生成的 而不是一个纯粹的ControlNet 所以说你在概念上应该搞清楚 那这种链是一个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ControlNet 预处理 比方说大家现在看到 我这儿用到的这个视频 是我们之前生成的一个 那这儿我只取了25帧 因为我显存有限 大家用的时候 这个帧数一定是8加1 324加1是25 因为我这个帧屏的只有32帧 我想取33帧是取不到的 所以说我这儿用了25 别的你就默认就行了 那我们这个Depth 就是我们的这个深度图 出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先把它resize一下 resize到720x480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CogWidex Image Encode 给它生成一个浅空间的一个采样 然后传到这儿来就可以了 所以说基本的流程就是这样 后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生成的结果 大家注意 这个质量呢还是很高的 而且我这儿使用的是一个空提示词 当然你最好还是写清楚啊 它在干嘛 这样会更好一些 注意啊 在这儿第二版本的Depth Anything的表现 是非常出色的 所以说呢 它在引导这个动画的时候 虽然我没有更好的提示词 但是呢 已经把各个细节呢 都非常好的表现出来了 对吧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当然除了深度图之外啊 你还可以采用的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姿势图也是可以的 那只不过是在这儿我们的预处理器呢 换成了DW Pose East Meter 就是姿势的一个预估器 同样要经过重新的设置大小啊 然后经过编码 传到这儿来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生成的这个效果 两个女孩在跳舞 这个整个的姿势啊 状态呢 都是非常棒的 对吧 脸部不清楚 是因为我们的分辨率不够 像刚才那个 它就比较清楚 那这是我们说的姿势控制 那这个还是一个深度图的控制 是我们生成的两个女孩 在樱花脸里边跳舞啊 这个视频 然后呢 我们出来的效果 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大绿色彩也足够艳丽 但是稍微有点偏色 那这是我们现在使用 Control这个模型 能达到的一个基本的状态啊 但是呢 CogValue Fun 这个生态系统呢 在不断的升级 最近呢 它出了一个新的技术啊 那这个技术叫什么 叫Reward Laura 我们可以叫做回馈的Laura 或者叫反馈的Laura 或者叫奖励的Laura 都可以 那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对这种增强性学习 比较熟悉的话呢 那我们都知道增强性学习呢 会有一个奖励机制 那这种奖励机制的话呢 会使整个模型生成的效果 会更加的有效啊 这个Laura呢 其实就是通过训练一个奖励模型 然后让生成的效果会更棒 那么这个奖励模型 大家会发现 我们现在看到呢 是四个啊 这四个有两个是2B版本的 有两个是5B版本的 当然重点还是看5B版本的 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 这两个主要是这个 回馈函数的基准模型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基于HPS2.1的 一个是基于MPS的 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 你可以点开看一下啊 现在看到呢 是MPS的 MPS呢 其实是快手的一个回馈模型啊 它的这个论文叫什么 叫学习文本到图像 生成多维度的人类偏好 注意啊 它都是生成人类的 但是呢 这个是一个多维度的 那具体怎么多维度 你可以去看代码啊 当然我们不用去看了 我们就大概了解一下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HPS 这个也是一个模型 同样是一个回馈模型 那它的名字呢 其实叫做 评估文本到图像合成 人类偏好的可靠基准 非常绕口啊 不用去管它 你只要知道 这是两个不同的奖励模型 或者叫回馈模型 有人说我到底用哪个呢 我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 判断方法啊 你看一下 轮文发布的时间 这个大概是在10个月之前 做了更新 那这个是5个月之前 而且这个是快手的吧 这个大家对Colors 这个模型又比较熟悉了 那快手的这个可靈模型啊 给人带来的这个技术的突破呢 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啊 所以说呢 我就简单粗暴 才选择了MPS这个版本 那所以说大家下载的 应该是这一版啊 MPS 大家注意它的名字里边 都会有一个叫做MP啊 就impant 这只是命名上的一个格式啊 不是代表它只能做impant啊 所以说你这个不要搞混了就行了啊 大家可以直接通过这个link去下载 下载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 这个Lauras文件夹里边 你注意这个Lauras文件夹指的是 CogVidioX的Lauras文件夹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的CogVidio的这个目录里边会有一Custom node啊 然后我们会有这个CogVidioX的这个扩展 而我们的模型呢其实是在models里边 然后大家呢可以看到啊 这里有一个叫CogVidio 你下载的模型版本都在这里边 我之前下过很多我都删了啊 这个Lauras里边之前我们用过啊 就是用那个Dimension X啊 就是旋转的时候 这个我们曾经用过这个啊 那你下载的这个回馈模型啊 就可以放在这儿 那完了之后呢 你就去跑这个工作流就可以啊 所以说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版本啊 就工作流稍微有一些变化 你注意这个模型会自动下载 你只要保持你的网络畅通就行啊 大家注意我这儿连了一个Laura CogVidioX呢 专门的有一个叫Laura Select这样一个节点 那我们曾经下载的这两个Laura都在这里边 你选一个就行 那当我们选了这个Laura之后呢 这个奖励模型加进来啊 会让生成的质量会更高 大家注意 同样是跟女孩跳舞的 你注意现在生成的 这个树呢就更加的逼真 那比这版 你看一下这个树就有点过了啊 有点偏色 而且有点污染是吧 有的叫出血啊 不管叫什么吧 就是这个色彩呢 其实溢出到了不应该出现的地方 那人物呢也更加的真实 这是我们说的加来回馈模型之后啊 那同样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其他的测试 比方说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呢 原视频是我们生成的 这个同样是Cog Y6X 只不过是1.5这个版本生成的 那这我同样加了反馈的这个Laura 大家看一下生成的这个效果 依附的这个状态呢 是能够比较好的表现出来的 人物奔跑的这个状态呢 也比较不错啊 会有一些问题 是因为我们这个原视频本身呢 它就有问题 对吧 这个是我们对姿势控制的一个测试 同样是加了这个回馈函顺 你注意这个姿势稍微有些闪烁啊 导致它有一些闪烁 呃这个跳舞的闪烁 反而导致了我们看到的这种类似于 这个这叫傻舞啊 非常有特色的一个表现状态 对吧 这个呢 是我们做的插花这个视频的一个模仿 是吧 这是它的深度图 然后呢 我们加了这个之后 你注意面部的清晰程度呢 就可以得到保证 是因为它的像素点是足够的啊 那所以说呢 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些之所以不是特别清楚 并不是因为它没有这样的绘制能力啊 是说像素点不够 对吧 再不然回到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啊 就是你怎么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视频 第一个呢 首先是原视频的清晰度啊 大家注意 现在呢 我这有一个视频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主要是一个镜头 拉近和这个鸟在动的这样一个动作啊 当然我只取25帧的话呢 可能并不是特别精确 所以说我拿到的Deps 这个图是这样的 那有人说我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啊 其实Deps在控制视频的时候呢 第一它可以比较好的 那来控制镜头的远近 第二个呢 是可以控制动作 第三个呢 有不具有特别强的约束性啊 不像看你 它的线条可能控制的比较死的 那大家看出来的这个效果 原视频的流畅程度呢 会让你的目标视频的清晰程度 受到很大的影响 你注意看 注意 对吧 非常的漂亮 鸟呢 当然有一些问题 因为它站的这个分辨率比较小啊 另外呢 这儿我们还是给大家强调一下 就是现在这个回馈模型 它主要是针对人类的 所以说呢 对于这种动植物或者景物来讲呢 可能呢 效果并没有那么好啊 所以说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流畅度和分辨率的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你要注意 Cog Value Fun的一些基本特性 我这儿有一个视频 是一个男的在走路啊 然后呢 我们可以拿到他的深度图 然后呢 把它转成一个视频 你要注意整个景物的效果啊 流畅程度 对于场景的还原都是不错的 但是唯一的问题是 这个人是倒着的啊 他没有脸 当然这个行走的也就不对了啊 腿是向前 但是脸是向后的 所以说呢 这个是一种啊 Cog Value Fun的一个偏好啊 如果是走路的话 他特别喜欢是背对着你 我做了很多的测试啊 所以说呢 如果你走路的话呢 你尽量呢 还是有一些提示词的控制啊 比方说描述一下脸 这样的话呢 它才会比较好的 把这个视频给你还原出来 那另外你要注意还是我们说的 那如果分辨率比较小的话呢 还是它在一些细节处理上 可能并没有特别好的一个效果啊 那下面我们看 如果分辨率够啊 那么清晰度够 流畅度够 那么这个效果会是什么样呢 那我这有一个视频 大家注意这个主角距离镜头呢 比较近 当然我全是5帧的话呢 并不能拿到这个非常特写的一个镜头啊 然后我们加上回馈 然后加上提示词啊 我们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你会发现这个女孩就非常的漂亮 整个的一致性啊 注意手啊 手还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啊 这个呢 是一个女人在这个教室里边跳舞 那我们可以还原她整个的动作 那你会发现 这个还原的也是非常棒的啊 动作的协调 同样手是有问题的啊 所以你会发现 只要你分辨率够啊 你拿到的这个角色的一致性啊 各种构图或者他总体的表现呢 都是有保证的 那我们之前用的那个视频都是生成的啊 它本来就卡顿 不清楚啊 当然这个也是生成的 但是这个是那个sora 一些演示视频啊 所以说呢 它的滞长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有时候你为什么不用一些实拍的 那因为我要是用一些视频的话 是不是会侵权 我们太清楚啊 好 我们看最后一个 那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动画的一个场景 那如果我们用深度图去看的话 它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来看这生成的视频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啊 那注意这个深度图生成出来的话呢 这个人物依然是一个动漫 因为从整个的构图上来讲 身体比例上来讲啊 真实的人是不可能长成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呢 它能自动识别 它是一个动画的人类 还是一个这个解释的人类 另外你会发现啊 这个walking的时候呢 同样是背对着我们的 跟我们看到的那个 男的在这个路上走的效果是一样的啊 所以说呢 你会发现一旦有walking 就是走路的这样的动作 那么好像这个模型 总会有这样的一些偏好 那通过刚才一系列的展示呢 大家会发现 Calking Value Fun呢 其实的表现还是很好的啊 那我们用到了它的控制 既有我们的姿势控制啊 也有我们的这个深度图的控制 另外的话呢 我们这还用到了一个回馈模型 回馈模型呢 会让整个视频表现的质量会更好 当然这个回馈模型呢 主要是在人物的基础上进行训练的 那可能很多人会讲 就是现在这个模型的水平 还打不到你的预期 但是你注意啊 这是一种思路 一旦思路有了之后 它的发展呢 是突飞猛进的 所以说呢 可能很快呢 我们就会得到这个技术的第二版 第三版 然后拿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大家不要忽视这个最原始的这种技术的应用啊 只有这个脉络捋清楚了 你才能更好的去了解技术 了解产业 去应用技术 然后去制作产品 对吧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聊这么多 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